週三一大早 籃球界大動員 飛人陳信安 毛佳恩 以及SBO各隊一線球星教練 以及國泰女籃成員 一行人前來拜會中華籃協理事長 丁守中為他加油打氣 丁守中在任期內廣納建言 推動一項又一項的改革 為籃壇做出不少貢獻 而接下來還是會繼續設身處地 為球員著想 已經著手規劃未來 我們的中華隊能夠規劃 那當然我們也在進行各種各樣的一些新的一些變化 譬如說兩岸之間 怎麼樣有更多在我們的SBO 跟大陸的這個CBA之間 有更多的交流 不要說只有臺灣的球星去大陸 大陸的一些這個CBA的球星 或是大陸的一些打他國家大陸隊的 這個大學的球星 也可以到臺灣來 在丁守中的帶領下 臺灣的籃球一步步成長進步 不論球員和教練都深表認同 也期待臺灣的籃球 有朝一日能向國際看齊 總是有人得跳出來去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很樂見 就是臺灣籃球越來越好 幾個強的聯盟 幾個強的聯賽 幾個強的國家 跟他們更靠近一點 丁理事長在這幾年 他有國際觀 或有更多的接受更多的意見 我覺得是這幾年 SBO進步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環節 從2011年以籃壇門外 和背景臨為壽命 接手領事長一職 到現在成為籃協大家長 頂手中已經成為臺灣籃壇 不可或缺的重要領袖 接下來他會把臺灣籃球 帶到什麼樣的高度 所有人都很期待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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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